最近在优酷上热播的电视剧瞄准,着实大火,其中的主要人物也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,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剧中人物,紫书。 紫书一出场,就是非常的悲情,拿着竹竿双目失明,给过生日的孩子,也买过了一个蛋糕。 随着剧情的发展剧中,慢慢地交代出,紫书是名门之女秦赫年的独生女儿,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。 十年前认识了当时,为君统服吴英俊潇洒的,持铁城并与之相恋,和自己的父亲不惜断绝妇女关系生下女儿小雪,并且告诉小雪,自己的父亲是个英雄,在外面执行任务,执行外任务,就会回来找他们母女。 可见紫书对持铁城非常深情,但是持铁城,对她就不是这么回事了,我们可以从剧中找出这么几点来证实持铁城,并没那么在意她。 第一,十年前持铁城和紫书分离,紫书为婚生子和父亲登报脱离妇女关系,以持铁城从事的工作,不可能看不到这则启示,但是持铁城,狠心的从来没找过她,从持铁城找到苏文谦的能力,来说找她是分分钟的事。 特别是三年前持铁城和苏文谦曾经回来执行刺杀任务,那时候紫书已经生下小雪六年了,一直和小雪相依为命,苦苦地等待她回家,一个真爱她的人,怎么可能这样对她? 第二,这次持铁城再次回来,也没有去找她,也许持铁城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孩子,但是她应该一直知道, 紫书生活在这个城市,而且在街上碰到紫书出现危险,只是救下了她,也没有与她相认。 为了完成任务,不惜将廖酒放入紫书父亲秦赫年的饮食中,差点导致秦赫年惨死,完全没有顾及紫书的感受。 第三,剧情的最后,持铁城为了杀死苏文谦,绑架了紫书和小雪,对应紫书来说。 这就太虐心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